中国日前正在召开两会 而今年两会期间的宣传报道比往年更加严格 雾霾天气和美女记者都不许说了 中共宣传部在两会期间对媒体禁令颇多 近日网上流传着本届两会中宣部下发的21条禁令 贯彻报喜不报忧的传统 禁报公民权利、宗教等敏感议题 楼市、股市、会市等负面新闻一律禁报 最离谱的是连美女翻译也不准报 有媒体直言 基本上什么都不准报 21条禁令中要求唱好的是有关习近平参加政协联组会的报道 重点做好反响报道、稳增长栏目、做好相关典型报道 而禁令中严禁报道的议题都写得十分具体 如两会安保、诗永信、美女翻译、个人财富、国防预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浙江拆教堂、不愿学雷锋、西藏代表团带习近平向张等敏感话题 至于涉及腐败新闻 涉及台湾和朝鲜等新闻都要用新华社的通稿 而民生热门议题如雾霾问题、殡葬改革、医患纠纷等都被禁报 两会期间各地访民蜂拥北京告状 当局一早增派警力将访民赶出京城 北京全市在两会期间高度戒备 但中宣部禁令也包括禁报两会安保 以防暴露中共以高压手段维稳 中宣部对出席两会的代表也祭出保护令 要求媒体不能报道代表委员个人财富问题 不能报道代表委员的国籍问题 也不能拿提案议案开玩笑 甚至连丑闻缠身的试用性 参加政协会议也在劲爆之列 最后一条禁令是要求各路媒体 加强在京记者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 然而不少媒体都已开打擦边球 报道明令禁止的议题